所以我们终于找到了订阅 我认为这个交易是新的确认和新的确认 这么一个路径 而且我们看到之前实际上纷纷扰扰 就是实际上当时双方的内部因素干扰都很大 但到特勒莎梅上台以后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英国实际上脱雾已经没有回头 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还有各种讨论 是不是还要回去要继续翻转等等 但特勒莎梅我觉得它比较失败的一点 就是它试图找平衡 试图是在国内留和脱雾之间找平衡 同时想要在英国拿回部分主权 和未来建立和欧盟更紧密关系之间找平衡 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英国社会的这种严重分裂 已经导致这种平衡很难去运较 所以结果就是特勒莎梅政府下台 那紧接着我想我们目光就转到了约翰逊 我觉得约翰逊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 帮助英国摆脱了所谓低阶段的陷阱 或者说那个泥潭 就是说告诉大家说不要再设想别的出路 就只能是脱一条路走到黑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到今天 尤其是今年这个情 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呢 经过第一阶段以后 其实欧盟方面也在调整策略 就是双方这个博弈也在发生变化 同时我觉得约翰逊 他第一阶段用的那个策略 比如说通过最后期限来 极限施压这个策略 实际上现在碰到了 欧盟改变的策略以后 尤其是今年疫情的影响 我觉得实际上也打 再一个我觉得对于约翰逊来说 如果说他有什么失误的地方 就是他之前过于把保押在美国身上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美国的政治变化 实际上也让他有点一脚踩空的感觉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觉得现在从特斯拉美政府 到约翰逊政府 可以说跌宕起伏 因为欧盟方面实际上是坚持要求 英国不能够过于的脱离 脱离这个欧盟 就是它是有一个所谓的市场准入 或者是市场规制等等 这些方面要求英国 实际上要和欧盟保持的一个统一 而英国方面又强调自己的主权 所以他不想要再听从 所谓欧盟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里面就面临着一个 所谓的利益和规则之争 欧盟方面现在就特别的强调规则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 欧盟现在就剩下规则 规则是欧盟的一个命根子 也就是说我们欧盟所成立的 这个单一市场 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单一市场 这个市场所设立的环保的标准 劳工的标准 这个市场管制的这些标准 是全球最高的 如果说英国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 退出了欧盟 而且又享受了 和在欧盟里面一样的这种待遇 那就让给欧盟的其他国家 其他成员国树立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所以英国必须遵守欧盟的规则 这是欧盟的一个前提 而英国破坏了这些规则